我們看這一題 這題他說有五位選舉人 就是選民 選民有五個人 四位候選人 我們要編號叫ABCD 採記名投票 也就是說 每一票都不一樣 因為他是採記名的 如果不記名的話 每一票看起來都一樣 他在記名的話每一票都不一樣 採記名投票 每位選舉人 就是每位選民 只能投給一位候選人 在沒有會票的情況底下 共有幾種不同的 選法 共有多少呢 第一位選民他有四種選法 第二個選民他有四種選法 可以投A可以投B可以投C 所以四種 他總共有五位選民 所以的話 每個選民他都有四種投A 一二三四五 所以上次四的多少呢 四的五次方 二四五 這十六的平方 再乘以四 十六乘以十六是二五六 十六乘以十六 九十六 一六六一 二五六 這是二五六 二五六再乘以四 四六是四 二五 四五二十二 四八加九十 四十六 四十六 一十四 四十六 六至五 四十四 六十六 五十六 五十六